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林茜美食日记 今天我们一起来做一下珍珠丸子 现在后看走好运哦 先将浸泡了一个碗上的糯米 用清水清洗一下,捞出 然后起锅烧热多半锅水 另外一边我们来准备一下馅料 将所有的材料切碎 放入绞肉机中 搅成比较细腻的肉馅 放入碗中开始调味 加入少量胡椒粉 少量味精 适量的盐 适量酱油 一勺左右的蚝油 将它们搅拌均匀 再加入少量清水 这样可以让肉馅口感更加细腻柔软 朝着一个方向搅拌 搅成拉丝的状态就可以了 准备好笼屉 将之前准备好的糯米平铺在盘子上 然后用手将肉馅挤压出球状 放到糯米上面 接着滚动肉馅 让糯米可以均匀地粘到肉馅表面 然后放入笼屉中 还可以在上面放上一粒枸杞 之前准备好的水已经烧开 将笼屉放到上面开始蒸 看到蒸汽上升后计时18分钟 这样我们的珍珠丸子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呢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 听说点赞留言转发的人都是好看的人哦 谢谢收看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